一点面子不给火箭,安东尼24小时内在遭暴击,难怪哈登保罗会发火卡梅隆安东尼以240万美元的老将底薪加盟火箭之后,休斯顿终于是完成了三大巨头组合。 不过相比哈登和保罗上赛季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稀绝抢期,安东尼则是三人中最惨的一位巨星,因为在新赛季未开打前,安东尼就已经被各大妹妹嘲笑了一番,首先是火箭的夺冠概率因为甜瓜的到来而猛烈下跌,从4.6%跌到3.8%,而火箭实力排名也跌到了联盟第五位,外界对于甜瓜的看低之声也从未停止。 在此前曾有一位美技称呼甜瓜为病毒员讽刺他去哪里,哪只球队就要倒霉,在尼克斯时他逼走了德安东尼和林舒豪,在雷霆时他是球队首轮的出局的背锅侠,可以说一切的负面消息都向安东尼迎来袭来,还不仅如此,在今日就连美国2K游戏公司都狠狠羞辱了一下甜瓜,因为安东尼的能力只出现了暴跌, 火箭记者Kenniko今天在推特上传了球队首发阵容的能力值名单,其中球员的具体数值位,克里斯保罗90,詹姆斯哈登96,PJ塔克76,克林特恰佩拉84, 而塔梅罗安东尼能力值仅仅为79,是的,身为超级巨星的安东尼能力值,已经跌到了79,还不如新秀的米切尔和塔图姆,甚至独行侠一场比赛未打的东西其能力值都达到了79, 而,上赛季安东尼的能力位84,在雷霆一个赛季的时间就下降了5点,可以说美美如此看低安东尼真的是一点不给火箭面子, 也难怪之前哈登会在公开场合发火,他不断地为填瓜说好话,认为他的实力是足够帮助球队进步的, 而不是像外界说的那样对一支球队是负面影响,也直言火箭才是最适合安东尼的地方,他们的体系更能帮助填瓜, 哈登是一个不经常在公开场合谈论球员的人,但这个夏天哈登力挺安东尼的次数,已经是数不过来了, 甚至在安东尼还被加盟火箭时,哈登就多次开口,为填瓜扮回尊严,这是很罕见事情, 可以想象哈登对于安东尼的喜爱程度,作为安东尼好兄弟的保罗更不用说了, 仅仅是8月份保罗就公开谈到了安东尼5次,而且言语上都很恼火,都认为外界应该停止对于填瓜的质疑, 保罗甚至还把自己去年夏天加盟火箭的事情,作为回击外界的实力, 他认为安东尼会像他加盟火箭时一样,帮助球队变得更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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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